你 赶急的是吧 往前走 停这儿干什么啊 你有看过有人拉着一队病人 去赶急的吗 你这一车死人呢 死人哪 往前走 坟场在前边 站住 站住 你不能进去 站住 站住 不能进 说你呢 你回来 何人敢闯我玲瓏七菊 薛神医在哪儿 找他出来 大魔头 大家赶紧拦住他 这人谁啊 丐帮呢 不论 不论 四十连杀 决心战 有病吗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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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盟主 你认识他 是我呀 是我呀 秦斩 就是他 大魔头 对啊 我就是带你在游戏里面去玩的那个秦斩 我就是灵酒宫大魔头秦斩 你也穿越过来的 你也过来送死吗 几天不见 宫令长进啊 若再睡上几日 定叫你这魔头灰飞烟灭 放肆 我这次一定把你擒下来 做那双修道语 今日呀 我就要与你一决胜负 我才不怕你 来啊 你来啊 放马过来啊 大师 他们在干嘛 他们一定是在比拼内力 那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帮帮盟主啊 你看目前 盟主还未使出权力 不好 这魔头隐藏得也很深 这一定是一场恐怖战哪 走 带上来 放开他们 秦斩 不想他们死的话 束手就签 秦斩 放过来啊 把他们都撤我啊 秦斩 别当着我的灭杀人 我要杀谁 你也管不着 盟主 秦斩 打伤了我们六大门派 现在 他的属下中毒 千万不能放虎归山哪 就是 不能放过他 对 公主大人 自古正邪不两立 他们人多势众 公主大人 莫要强求啊 我真是糊涂 到午时期 先找到解药才对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把血神医 给请出来了 很快他就会 帮你们解毒的 现在这个局势 也没办法帮他 找个机会 再把解药给他吧 诸位 当午之急 是先炼制解药 不便再生是非 收队 盟主 不能放过 这个大魔头啊 宇晨 够了 我一一决 三日之后 开封城外 一决胜负 再坚持一阵子 快 坚持 三日 他们的都不能再耽误了 这些政派真是麻烦 只能这样了 有人偷袭盟主 盟主 放手啊你 武林盟主 你先不要走 我还有个事情要求你呢 我会好好跟你说 修的 武林盟主 好歹是个武林魔头 有点联合不好 我不要 不要 你先答应我吧 来 不好意思 我只想冒昧地问一句 二位是来找我的吗 刚才说好的 要找我解毒 对对对 薛神爷 我们就是要找你 那个穿球伞的毒 可以解的吗 解不了 但是呢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缺少一味 十分罕见的药材 什么药材 此药材名为六阳物 极其罕见 它生长在十分寒冷的地带 但是呢 却需要温泉之水 来孕育而成 怎么样 是不是很变态呀 长什么样子啊 有点儿像掉了瓣的烂压梨 先回开封 之后再派人寻找 六六 六六六 六六 还蛮潮的 这个词你都懂 六 六阳果 你有多少 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 正是此物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们在路上的口粮啊 还包括回城的 你干嘛 报警天物啊 你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水果来吃呢 不是水果吗 看这魔头装扮落魄 这些钱也够他用一辈子的 买了便是 这一粒果子 能在开封城内 买一座豪柴 那又怎么样 我现在不缺钱 雨晨 现在多少人众多 已有六百余人 六百个人 那这些果子够了吗 应该够 应该够 我现在用六百条命 换你双修 雨晨 万万不可 六阳果的事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